海星老师 还有一些朋友反应呢 就是他们觉得学书法嘛 总是学楷书啊 学历书啊 学行书啊 那没想到这个书法养生养心班 是学甲骨文和传书 好像觉得自己比较遥远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 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到 需要养生养心的这个阶段 我只是想把我的书法练习好 作为一个基础 把书法学好 那对于这些朋友的疑问 您怎么解答呢 我的教材体系里头 我的那个书法 我书法有 现在有四个成人班 一班已经结业了 全部学习了 就是每年照常放假 一周一次课 学了四年 这个少年一班结业了 现在还有二三四三个成人班 一个少年二班 都是书法班 这些班的教学的第一阶段 统统是甲骨文 就是以甲骨文入门的 我多年的这个学习是这样 我刚才讲到我的经历 就是我对甲骨文产生兴趣以后呢 我用我停下来我所有的书法创作和学习 我就开始学甲骨文 甲骨文学完以后 我把它用到我的书法里头以后 我一下豁然开朗 这个有一个记者写过一篇报道 网上也能查得到原来在哪个杂志登过 就是说给我写了个标题 因为他采访我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话 他把这个报道作为标题 就是他向喜马拉雅走去 他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学甲骨文呢 我说汉字渊远流长 就像我们国家的江河一样 它的水源在喜马拉雅呢 我不知道甲骨文的话 我后边都是瞎写 包括我现在 我学了甲骨文以后呢 我就发现一些有些书法家 他写的笔画 写的那个笔画不对 不对 我就觉得他不对 他不应该那种 他不应该那么皮那么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零部件 最早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学了以后 我就我的字一头 我就知道了 每个字一头零部件到底是什么 我就用的力不一样 所以我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书法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过程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在这花一点时间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女字 那么有一部分 所谓的学者说 包括过去古代留下来的说法 说女性在历史上就是奴隶 所以她是把手绑在一起 在地下跪着 刚才您问到我学习甲骨的目标 我也有解析的这个思考 我认为这个字不是那样的 不是女奴 而是一个女性优雅的搭着双手在那蹲坐着 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椅子和凳子没有发明之前 人们是蹲坐 而且日本人现在踏踏米上坐 还是膝盖定起以后 屁股坐在脚上 你尊贵的客人来了 他都是这么做 这是从我们文化学序的 所以你不能说这是跪着 它是蹲坐 两手搭着是女性 因为这个字 我认为是母系社会的时候就开始用了 它不可能是 因为说是女奴的说法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东汉的许慎 东汉是一个儒教盛行的时候 如导思想都是女性是卑贱的 而这个字最早应该是母系社会的时候 所以它是应该是蹲坐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那这样的话 你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会充满感情的心 那么再看一个字 女点两点 乳房 这是母 这是母字 那么 把头发绑起来 不要头发散着 什么字呢 美 每天的美 每天的美就是把头发绑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哺乳的时候 头发会 头发很脏啊 古人会蹭着孩子 而母系社会 每个女性都有哺乳的义务 因为孩子不知道自己妈妈是谁 谁有奶 就喂 男人出去打猎了 孩子女性照看着呢 她是一个共同体 共同抚养下来的 那么好 古代的人 哪有水源 就在哪住 门前有小河流过去以后 有时候这个河就干涸了 就枯干了 他就要找水源 往上游走呀走呀 顺着水走上去 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 一个大的水面 就是一个湖 一个泪 然后 把这个字添一个水面 就是什么 就是海 所以古人的海的概念 不是 C不是Ocean 是湖 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见 还能知道北京有十叉海啊 北海啊 叫内蒙有好多叫海的地方 其实都是湖 所以 古人找到水源以后说 哦 原来水的妈妈在这呢 所以 那么你在了解了这些甲古文 它的本意以后 你在书写的时候 你动用的你的感情是不一样 因为书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感情的宣泄和表达 所以我就认为甲古文非常重要 事实上 我教的学生也因为学了三十节 我们甲古文三十节课呢 学了三十节甲古文以后呢 一下就对 书法有了深刻的领悟力 那么我就想把这个经验拿来 在养生养心班里头 只有十 就是三十节课里头 大概差不多有 接近十节课都是甲古文 而且甲古文还有个实用目的呢 我的少年班的学生啊 有一个孩子 美国长大的 爷爷奶奶在上海过生日 他在我的班上学完甲古文以后 学了甲古文的吉祥话 给爷爷过生日呢 他拿甲古文写了一个 俘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字 把这个记给发回去 爷爷在上海热泪盈眶 他认为我这个孙子在美国长大 那就成了个外国娃娃了 甲古文给我写这个祝寿的话 那么那我认为啊 这比多少钱给老人送个礼物都珍贵 所以他能有一种 两代人之间这种感情的东西 所以甲古文的这种教训 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介绍一下我成人班的课程社 第一个阶段 甲古文 甲古文讲完以后呢 就开始学 我叫做初级历书 为什么呢 因为初级历书好入门 历书学完了以后 初级班的楷书 这两个学完以后呢 为了提高技术 就学大传和小传 大传小传学完了 就高级历书 高级楷书课程 完了行书 草书 就整个课程结束 大概这个过程 每周一节课 全部课程学完 需要三年半到四年 三年半 好 对不起 我把这个话讲完 这样学完以后呢 可以达到一个完全不输于 现在的所谓书法家 不输于那个水平 只是自己在恋上几年以后 更老辣一些而已 都是线上教训 这个疫情 过去一开始 是我有两个地方的班 一个在尔湾 最早主要的在尔 跟尔湾南海外文化中心 少年班成年班都在那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批禅修席恋的朋友 都住那边 后来尔湾呢 他们这边 咱们这边 我们这边有些人 跑过去上课不方便 所以我第二个班 就在Summerino开了 在Summerino开 都是线下的 我每周跑 然后呢 后来呢 第三个班 地方都看好了 就要开了 在Warnat呢 还有第四个班 东谷那边呢 他们也都是 都是看好地方 学生基本上还都有了 我说那 那大家上课 我就每周来回 四天跑四个地方吧 结果疫情 疫情来了以后呢 就改成线上 一开始认为 线上教书法 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发现 线上教书法 效果非常好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有个大屏幕 学员写的过程呢 毛笔尖在纸上 把镜头给我以后 我都能看到 他的毛病出哪了 过去在班上的时候 比如一个学生写 我站他后头看的时候 他紧张 现在反而线上更好 另外我在线上 做示范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 屏幕放得很大 看得很好 所以线上教学 教书法 反而觉得 因为有zoom 反而觉得 非常有效果 当然过一段时间呢 在线下大家碰一次 拿上写的东西 交流一下 是这样的 我是非常期待的 能够线下 你在教学 我旁听一堂 看一看 现在主要是线上 因为我现在的学生呢 也习惯线上了 他们原来带上笔墨纸业呢 就是叮叮当当的 好多 而且好多送完孩子 往这个教学地方赶 现在线上特别方便 都在 都还愿意在线上上课 所以现在 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可以 旁听一下线上的课程 好的 好的 期待 线上课程 我现在是 成人班是这样的 线上每一节课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大概第一个小时 全部讲的是 和书法相关的 理论部分 书法史和书法家的 一些写作的 时代背景等等 一个小时是 课上习练 然后在视频上 能看得很清楚 谢谢海鑫老师 讲得很详细 把这个书法 不仅志气 而且要志气 所以然 就是从源泉开始 从喜马拉雅开始 从甲骨文开始 那行 那如果大家 暂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联系我 或者说是可以扫描 这个排报上的二维码 订那个咨询群以后 再仔细地问 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这个班 也能够如期地开起来 第一期先招十个学员 书法养生养性的这个效果 到底如何 所以说 如果大家对这个班感兴趣的话 也尽早报名 我们人招满了 我们就开班了 对 谢谢大家 谢谢丁老师 谢谢 好老师 谢谢 很精彩 我希望呢 用我们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历史悠久 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文化状态 能给我们现代人带来这个幸福感和健康感 实际的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海星老师 总结得非常好 那好 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 晚安 请不吃饿 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